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10分钟加奥系列课程的时间 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天下我有 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五讲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环境变量如何进行配置 这是在我们学习加法里面是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术 威哥,这个环境变量配乐到底有什么用吗 环境变量是这样的 上一讲里面我们已经把JDK安装过了 对吧,已经安装了,安装到目录 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是吧,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想要用这个JDK去写我们的程序 是吧,写程序 前面我们也介绍过了 写程序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编译再运行 是吧,那么这里是不是要用到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命令 对吧,一些命令 那这些命令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上节课安装好的这个JDK的目录 对吧 OK,那么打开这个BIN目录 在这个BIN目录下面呢,有一个命令啊 也就是说我需要用到这两个命令是吗 对对吧 对好,那么如果没有配环境变量的情况下 我如何去使用这个命令呢 我们知道啊,使用命令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Windows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命令行是吧 命令行的方式去使用这个命令 对吧 OK,那我们打开这个命令行啊 命令行叫CMD这个程序对吧 那么呢,在这里点开始运行 然后这里呢,我这里已经输过了啊 我们就输入CMD CMD command的意思,对吧 OK,我们点确定 OK,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个 这个DOS窗口的一个命令行 是吧,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在这里面呢,它是默认情况下 是到C盘的这个 我的这个文件 我的这个文档下面这个目录,对不对 好,那么在这个目录里面呢 你看啊,我们随机在任何一个这个目录里面 现在如果我想用 刚才我们安装JDK的这个命令 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 加瓦命令 是不是,我们就打一个加瓦啊 这里对ESE我们就可以省略了是吧 问到加瓦可以省略就不用打了 然后回车 哎,大家发现你看 说加瓦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 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P处理文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系统啊 在LAMP这个LAMP这个目录下能找到加瓦这个命令吗 能不能找到 不能 这个加瓦这个ESE这个命令是在哪 对,JDK那个BIN下面 对,刚才我们在安装在这个目录下对不对 在这个目录下而不是在LAMP这个C盘下这个目录下 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用这个加瓦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我们是要切换到这个D盘Software Java里面 JDK安装这个所在这个目录下 是吧,安装在这个目录下 好,那我们切换到这个目录下 我们先把这个目录呢怎么样 先用Ctrl C复制下来是吧 复制下来 然后再切换到我们的命令行 我们是切换到D盘吧 切换命令用CD是吧 CD到D盘冒号是吧 这样回车 好,OK 我们CD到这已经切换到了 他这里没有切换过去 我们直接把这个命令站过来是吧 OK,右击一下 右击我们粘贴 好,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D盘的目录就站过来了 是吧,刚才复制的站过来 回车一下,然后再切换到 D盘 对吧,刚才我们切换到D盘应该不使用CD是吧 对,直接D盘冒号就可以了 OK,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切换到这个 我们安装JDK这个目录下 是不是 我们可以用Windows下的DIR这个命令 查看一下这个目录 是吧 回车 好,我们查看这个目录 你看这里面列出来的所有的 目录里面的命令 是不是我们并目录下所有的命令 对不对 你看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 ESD文件 OK,那有了这些命令以后 现在你看我再敲加网 回车 你看 这就不会报刚才那个 错了 错了 是吧 就能输出一些东西出来 是吧 不管这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命令一些参数 是吧 表示这个命令呢是可以用的 对不对 是可以用的 那么现在我需要这样才能用到这个Java这个命令 哎,贝哥 嗯 那也就是说 配了环境变量就不用进到这个盘幅下面了 在哪都可以用是吧 哎 是不是这样呢 是 对 就这样的 就这样的 就这个意思啊 如果我们配置的环境变量啊 配置的环境变量 那我就在任何一个盘幅的任何目录下 我都可以使用Java这个命令了 对吧 可可可以使用我配置的这个环境变量这样一个目录 明白了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在开发在写程序的时候 在编译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更加的方便啊 对不对 更加方便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环境变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好处 是不是啊 OK 好,那么Windows下的这个环境变量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啊 一起来看一下 Windows下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叫PaaS 这样一个环境变量 PaaS 这是Windows下固定好的 就叫PaaS 叫路径的意思 对吧 对吧 我们可以从这个命令行里面啊 在这儿 命令行里面我们打一个PaaS 对吧 回车 你看它就会怕会等于很多目录 对吧 这是因为我已经配好了很多个环 这个这个 在PaaS路径下配置了很多个环境变量这个路径是吧 这个路径 那如果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JDK这个目录下这个目录啊标记下这个目录下也配置到PaaS里面去这样的话呢他在执行你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就会在PaaS里面所有的目录里面去怎么样去找去找他相应的有没有这个所有目录都找一遍看有没有这个Java这个命令是吧如果有他就直接就怎么样运行了先找到先先先运行啊 如果配重复的话先找到的就配全面的就先先运行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路径啊怎么样复制下来是吧对复制下来然后在哪进行配置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是在这个啊我们切到桌面切到桌面然后呢我们这个我的电脑是吧属性里面有这个高级然后环境变量对吧有个环境变量OK在这儿呢 你可以在这个用户变量或者是系统变量里面配置都可以你看这是不是有PaaS啊是有PaaS吧这是我之前我之前建的一个叫PaaS对吧这大家要写Windows只是不区分的啊这都可以啊啊用户变量就指的是你这个用户系统变量指的是所有用户都能一起用的对吧你都配置都可以比如在这儿我就点啊如果没有你就新建一个PaaS对吧假如说我这是没 没有的啊我把它删掉我这里是没有吧我现在就点这个新建是吧OK叫PaaS然后呢我把我刚才那个路径啊是不是粘贴过来啊把这个路径粘贴过来注意是你的这个并目录这个路径啊再过来然后确定确定然后再OK 再确定再确定OK这样的话呢我这个环境变量就配好了我们再检查一下是不是配成功了是吧我们这个窗口呢就啊不能用啊现在已经要关掉重新开一个啊重新打开所以我们啊关掉然后重新呢运行里面CMD打开OK现在我们再敲一个PaaS 再加一个PaaS大家看到现在这个PaaS后面最后是不是跟着我刚才配置的这个目录路径啊对不对哎这个你看多了一个是吧对多了一个然后每个之间用什么用这个分号隔开如果你要配多个的就用分号隔开就可以了是吧很简单吧哎这个路径配置好了那么现在有你看我在C盘这个目录下对吗对我直接打加完命令可不可以执行呢走 你看哎现在这个Java就可以运行了是吧是吧他在这里面去执行Java的命令的时候他就会从这个PaaS路径里面所有的目录下面去找这个命令是吧找到了就怎么样就执行了就执行了就开始执行了对不对哎所以说环境这个PaaS这个环境变量是这个意思哦明白了吗明白了哎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应该是啊不要呃还是很好理解是吧是是是还是很好理解的 所以所以这Java命令这样配完以后呢就我们以后写程序的时候啊在用这个并录下其他命令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很方便啊是是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用JavaC是不是也一样的啊对吧一样也可以用是吧嗯也可以去使用这个JavaC啊这样一个命令也就是说不配环境变量的时候我们要一步一步一步的然后要进到那个盘服下面对才能用那个目录下面的那个文件对那个命令嗯对配了环境变量配了环境变量之后就可以 所以在哪个下面都可以用对对对对对嗯嗯理解了理解了很到位啊哈哈威哥在手吗哈哈哈哈哈OK好呃这个PaaS环境变量就是就是这样啊对这样那么在这个还有一个环境变量啊还有环境变量是这个由这个嗯加二里面提供的叫classPaaS啊这还有一个环境变量一般情况下这个环境变量我们可以不用配啊但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嗯就有Java虚拟机在运行某个类的时候呢会按照classPaaS所指定的这个目录啊的顺序去查找这个类嗯你查了比较有依赖关系的时候啊这个现在讲可能大家初学者来说可能还是呃有点迷茫是听着晕晕的就是什么叫查找是吧嗯因为现在你还没有写过这个程序是吧嗯没写过程序你不知道成你用一个类的时候可能需要依赖另一个东西是吧那另一个东西他去哪里找呢 他可能就是首先从classPaaS下面去找啊内内路径嘛啊下面去找就这个意思啊通常情况下这个呢我们可以不用配啊如果要配置的话呢就是直接也是新建一个classPaaS然后点代表当前目录啊当前目录啊这意思那现在我们装的是JDK6.0是吗所以在5.0以后呢他默认他会到当前工作目录以及JDK的lab目录中去查找嗯所以这个就根本就是 就不需要我们去啊我们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不需要配置这个PaaS啊ClubPaaS好吧好现在如果是给给大家配置上的话可能呢呃大家也不太好理解啊好吧那未来我们会用到的时候呢我们再会给大家去配置到时候我们一说然后呢因为已经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啊类怎么使用的一些基础了是吧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用到时候再给你配一下哎你就会一目了然非常清楚 啊怎么去使用这个classPaaS了好吧好OK好呢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啊环境变量的一个配置啊我们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啊啊OK好谢谢大家威哥在手天下我有下节见